一个人呢 看一个 然后呢 再看一个 或者过世的亡人啦 或者看看另外一个人身上有没有灵性 好吧 你讲吧 小姑娘 台长你好 那个我就是想问一下 那个87年属兔的 男的 87年属兔的 对 我想问一下 他就是身体状况啊 那个未来事业的发展啊之类的 我告诉你 首先这个人脾气很倔 听得懂吗 不大听人的话的 明白吗 对 第二 属兔的是吧 对 属兔 心分得很散 我看到这个兔子 他的图腾长得很漂亮 你叫他千万要 在男女问题上要当心 什么颜色的 白的 白的是吧 听得懂吗 那他和我的关系就是 和你关系 你自己要 我已经提醒你了 和你的关系 你跟你很好 但是他跟人家也很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明白了 所以你叫他一定要收收心啊 明白吗 你告诉他我对你是真心的 人家对你不一定是真心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就是那他未来事业发展会怎样 事业发展应该是属于中上 中上是吧 能够做点小生意啦 有点闯进 脑子会比较灵会想办法 但是这个人没有长性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你现在是很爱他 那他应该怎么样 就是能长期 你要给他念心经啊 而且你要把他永远保持在你的心中的话 你要给他念心经 你不给他念经的话 他很快会飞的 他念什么经呢 那他念什么经 他肯不肯念呢 他肯念 肯念最好了 肯念最好了 我看他的脸颊比你长得还好看 我不这么认为 好 那就谢谢台长 谢谢